千万不要动骗子的地义 也不要想着去影响傻子的观念 大冬天澡堂里放的是凉水 客人们抱怨太他妈冷了 管理员就直接把水温干到了90度 客人们又抱怨太他妈烫了 管理员是一脸懵逼 你们还有完没完 一开始说冷 现在够热了 还他妈不满意 前两天咱们聊了 最容易感冒的不是冬天 因为条件好点的 有地暖空调 再不济 也可以及时添加衣物 怕就怕呀 一会冷一会热 有些有童心的朋友 当时可能还没太听懂 现在应该多多少少明白了点吧 其实感冒也没啥 有条件的该退烧退烧 该吃药吃药 条件恼火点的 那就多喝水 多静养 让自身的免疫力来克服 但好巧不巧 又让我遇着个卖祖传秘方的 说喝了他家的神仙水 七天之内药到病除 您说这片数也不高明 一个感冒就是不吃药 一个礼拜也能好 但是韭菜们拦也拦不住 这么一来 我得罪了骗子 因为我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同时呢 我也得罪了傻子 因为他们觉得 我是在侮辱他们的智商 结果呀 骗子和傻子就联合起来对付我 想起粉丝群里的一段话 说的特别贴切 千万不要动骗子的利益 还是那句老话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啊 有时候它大于 人和动物之间的差距 您觉得呢 我是定风波 下回咱们 接着说 好 好 好